妈,你看到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,你怎么都没有接啊?现在我爸的心脏病复发了,正在医院抢救呢,都快急死我了,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? 你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干嘛?你爸心脏病复发关我什么事?我又不是你亲妈,我只是你的岳母而已,你给我说有什么用?还打那么多电话,打扰我,真是烦死了。 妈,我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也不会找你,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,你能不能借给我十一万?先让我爸把手术做了,你放心等以后我有钱了一定会还给你的,我也不白借你的钱,我会给你利息的,我向你保证两年之内还给你。 你在我眼里是什么身份,你不清楚吗?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外人,你觉得我会把钱借给一个外人吗?就算我有钱也不会借给你的,我还要留着以后给我小儿子结婚用呢,我是不会借钱给你去救你爸的。 妈,你有没有搞错小舅子今年才多大啊?你就想着给他娶老婆,小舅子娶老婆起码还要再等十多年呢,算我求你了,先把钱借给我好吗? 我就是要把钱留给我小儿子,再说了,我小儿子什么时候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,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借给你的,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。 妈,我求求你了,我真的非常需要这笔钱,你就帮帮我好吗? 你求我也没有用,我告诉你,你爸现在都已经算是病入膏肓的人了,你为什么还要花这个冤枉钱呢?我不可能借给你钱的。 更不能看着你到最后落得个人才两空,你要救,你就自己找钱去,不要再来烦我了,就这样吧。 那可是我亲爸,他把我养大不容易,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样没了吧。 就算到最后人才两空我也情愿,最起码我的良心过得去,现在情况非常紧急,您就把钱借给我吧。 你以为你跟我说这些,我就会把钱借给你吗?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,我说了不借就是不借,你赶紧给我走,不要拿这些小事来烦我。 丈母娘铁了心,就是不肯借钱给女婿,此时小敏正好来娘家,小凡看到小敏就像抓住稻草一样,赶紧对小敏说。 小敏,你真是我的救星回来得太及时了,自从我们结婚以来,你的工资都是交给你娘家保管,我也没有说过什么吧,到现在为止卡里起码有四十多万了吧。 你也知道我妈走得早,只剩我爸一个亲人了,你就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,帮我去求求你妈,让她借十一万给咱爸治病。 我刚才已经跟妈保证过会在两年内还清,还会给她利息的,你就帮帮忙好吗? 老公,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,但是你爸的病情我也听说了,这次特别严重,恐怕是就不回来了,就算你花再多的钱也是于事无补,你现在要冷静,不能为了救你爸迷失了心智,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的话,我怕到最后你会落得人财两空的处境,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俩以后还怎么生活?因此,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,毕竟我不能因为一个未知数而让我们家陷入困境的。 小敏,你不了解情况就不要乱说,我爸现在的情况如果不进行手术治疗,就真的就不回来了,我希望在我困难的时候你能挺身而出帮帮我,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。 张小凡,你想用我女儿的钱去救你爸,我是不会同意的,因为你爸的结果我已经猜到了,但是你有钱可以自己去救,我们不会阻拦你,但想要我女儿的前门都没有,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。 妈你也知道,我和小敏结婚后,不管家里大大小小的开支都是我在付出,况且你女儿的钱全部都在你手里,我怎么会有钱呢?只要你这次肯借钱给我,我一定会加倍还你的。 小凡,你爸是我公公,我也想救他,问题是你爸现在的情况不容客观,要是落得人才两空,那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,所以我帮不了你,希望你不要怪我,我也是为了你好。 女儿,我支持你,这个钱我绝对不会拿出来的,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家运气的。 妈,你们心自问,我作为你女婿的这几年,我对你们怎么样,帮助你们的也不少吧,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,每次我都是亲近所有的帮你们,没想到你们却这样对我。 女婿啊,你不要怪我们,我也知道你帮我们很多,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啊,不是我们不帮你,我不能为了救你爸,把我家掏空吧,不管你爸最后治得好,或者治不好,你要明白你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你懂我的意思吗? 妈,你说的我都明白,不过你说这话太让我伤心了,换位思考,等你老了,也有需要照顾的那一天,如果你现在能帮帮我,以后我会尽全力帮你家的。 妈,留给我爸的时间不多了,你就借给我十一万吧。 小凡见丈母娘还是无动于衷,只好冲着旁边的妻子说道。 小敏,难道你的心就这么狠吗?躺在医院里的可是你的公公,而媳也是半个女儿,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吗? 如果你借不了十一万,那就先借六万好吗?我先应急,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。 闺女,妈劝你一句,你可不能吸软,你公公都一大把年纪了,就算手术成功了,但是术后就是无底洞,你可要想清楚了,不能把钱花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人身上。 我是你亲妈,不会害你的,千万不要去管他们。 老公,你就听我妈的话吧,况且她说的也有道理,那术后的护理费有时候比手术费还要多。 如果因为你爸这个事损害到我们的感情,恐怕我们夫妻就要走到头了。 老婆,你就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份上帮帮我吧。 我帮不了你,我身上也没有钱,钱都在我妈那里,而且你爸的病和我没有关系,你找我也没有用。 小敏,你要铁实心长一点,不然吃亏就是你了。 如果你今天把钱拿给她了,我相信明天后天她会拿得更多,所以为了以后的日子,千万不要做傻事。 妈,我知道你手里有钱,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借给我呢? 况且我也没有多借,就借十一万就我爸而已,你都推三组四地不肯借给我,难道你真的把我当外人吗? 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半个儿,你对我怎么不像对大舅哥那样呢? 上个月大舅哥说买车,你二话不说直接拿三十万给他,你怎么不这样对我呢? 你如此的偏心,难道将来不指望你女儿和女婿为你养老了是吗? 真是好笑,你以为你是谁啊?我有儿有女,身上还有那么多钱,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你这个外星人给我养老。 这可是你说的,既然你冷漠无情到这个份上,那我也无话可说了,请你记住你今天说出的话,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,都不要来找我帮忙,希望你不要后悔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。 你放心,我是不会后悔的,你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,以后我找谁也不会去找你的。 还有你小米,没想到我今天放下尊严来求你们,你们既然无动于衷就是不肯借钱给我爸治病,你给我听好了,不管以后你家有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,你们也不要来找我,找我我也不会帮忙的。 还有这段时间,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就麻烦你来照顾了,我要回医院照顾我爸,等他出院以后,我就把他带回老家伺候。 直到他完全康复了,我们再谈之后的事吧,你好自为之吧。 张小凡,你说这话太不负责任了,没想到你竟然为了你爸而抛弃我和孩子,你还说我心狠,难道你这样做就不心狠吗? 你没有资格说我,是你先抛弃我和我的家人的,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,你也不要再说了多说无意。 小凡说完后头也不回地,便离开了丈母娘家两年后的一天。 老公,你在哪呢?我家出大事了,我妈突发疾病,被送到医院了,你赶紧带着钱过来,把医药费交了。 小米,你妈好端端的怎么就生病了,我没有听错吧? 还有,你妈住院凭什么让我去交费? 我以前跟你们说的话都忘记了吗?我是不会帮你们的,你怎么不让你哥去交呢? 我哥在上班,一时半会回不来,总不能让我妈在医院干等着吧,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,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 你的脑子是坏了还是急糊涂了?他回不来,你不会让他把钱打过来吗? 老公,我就实话告诉你吧,我哥他得知我妈生病住院了,就直接挂掉了电话,等我再次打过去再也打不通了。 现在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能指望了,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找你的,你就帮帮我吧。 你觉得我会帮你吗?真是风水轮流转,这就叫做善有善报,呃有恶报,不是不报,收未到,收一到,立刻就报。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,谁让你们两年前那样对我呢? 老公,你不要再说风凉话了好吗?你就帮帮我吧,我知道你对我妈有怨气,可她都躺在医院了,你就不能放下成见来医院帮帮忙吗? 一个女婿还半个儿呢,那可是咱妈呀。 你说的倒是轻松啊,不是你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 两年前你妈要是把我当成她的半个儿子,她就不会那样对我了。 你是不是忘记之前你妈是怎么对我的了? 老公,我承认当初我妈做的不对,我现在替她给你赔礼道歉,她都已经这样了,难道你就不能原谅她吗? 我没有那么大度原谅不了,你也没有必要替她道歉。 两年前你妈说过她幼儿有女的,不需要我这个外人的帮助。 既然我是外人那我就不跟着添乱了,况且当时我也说得很清楚,无论你们家里出什么事,都与我这个外人无关。 你就不要说那些话了,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,现在只有你才能帮我。 我哥的电话又打不通,就算打通了,他也不会照顾我妈。 我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来照顾我妈了,所以只能指望你了,而且你爸已经痊愈了,你要是工作不忙,就过来帮我照顾我妈吧。 你说得轻松,我去医院照顾你妈,那我爸的生活起居谁来打理? 况且我还要上班挣钱养活孩子,这么多年你就知道把钱往你娘家打。 你有给孩子花过一分吗?说真的,我对你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 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也没有关系,就先把钱打过来,我把医院的费用交了,要是不交费用会被赶出去的,要是被赶出去多丢人呀。 你们被赶出去关我什么事?当初我求你们借我11万的时候,你们死活都不肯,当时我也是走投无路,即便如此,你们也是狠心的一分钱都不借。 还有我爸住院期间,你们一家人连一个电话没有打过,更别说来医院看一下了,当时你还把钱打回娘家,家里的开支还让我承担。 你们这样做还算是人吗? 你闭嘴,我不想听你说废话,我就问你一句,你到底来还是不来,赶紧给句痛快话。 好吧,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,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,我是不会帮你的,要不是看在我们多年的感情和孩子的份上,你以为我会和你过到现在吗?我早就和你离婚了。 对不起,我知道之前确实是我和我妈做的不对,你就来医院照顾我妈吧,我求你了,你就原谅我们吧。 你现在知道错了已经晚了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呢?求我也没用,你好自为之吧,就这样吧。 朋友们,你们支持小凡的做法吗?小敏和丈母娘该不该被原谅呢?